针对外传基隆某家医院院内人员疑似确诊 引发外界疑虑 金融市长林佑昌在疫情记者会上正式表示 确诊者为行政人员并不是第一线的医护 医院匡列50人已经有48人检测为阴性 初步研判并非院内感染 的确有一间医院的人员有这个疑似确诊的一个状况 那不过他是行政工作人员并不是医护人员 这一点请大家可以比较放心 那也因为他是行政工作人员不是医护 所以他并非属于院内的感染 那另外呢 这家医院也已经进行PCR的一个筛检 目前已经做了50个人 那48位是阴性 其余两位目前正在等这个检验的报告 由于双北确诊数持续攀升 台北市长柯文哲建议中央 应该放宽确诊病患一人一室的限制 同属大台北生活圈的基隆也备受关注 林二昌特别说明基隆市全市负压病床 及防疫旅馆数量与使用现况 强调基隆已经做好超前部署 基隆市目前负压隔离病房 总共有30床 那已经使用15床 一般隔离病房 有90床 已经使用38床 那防疫旅馆目前有75间 已经使用47间 那另外有14间呢 这个旅馆业者已经在申请当中 所以我们总共防疫旅馆会有89间 那目前这个量是足够的 不过我们在持续的扩充准备当中 另外林二昌也透露一个好消息 第二波疫苗确定5月27号将配送地方政府 为了维护医疗量的基隆市部分 将由第一线医护人员优先施打 第二波的这个疫苗 将会在5月27日 配送到我们地方政府 那我们卫生单位已经规划准备好相关的 施打的一个对象 会依据中央的一个指引 来进行这一波次疫苗的一个施打 那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 最重要要守住医疗医护的这一个防线 所以第一线的这个医疗医护人员 还是会列为最优先施打的一个对象 那另外其他在进行这个防护防疫等等的 这些工作的人员 我想我们卫生局这边 已经做好相关的一个规划 依次序来进行施打 记者张旗辰金融报道